如果我們怎麼樣去避免 或是到底這些 early onset 的小孩 到底怎麼樣有關 我們就會問囉 就是 early onset 到底要怎麼樣去避免 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造成一個孩子這麼小 就會有品性疾患的這些現象出現 就是高攻擊行為等等 到底我們要用什麼樣的辦法 去了解這些孩子 我想先提醒大家 兩個我們念過的理論 一個是 Erickson 的理論 一個是 Carl Roger 的理論 這都是我們兩個 這兩個學者都是我們介紹過的人 那 Erick Erickson 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 delinquency 他說 delinquency is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identity 就是說當我去做這些違反行為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個目標 就是我在這些行為中 我在做 experimentation 我在做實驗 然後我想要透過做一些行為 去認定我自己的特性 去認定我自己是誰 那我想同學們到了一個年紀都知道 就是在年輕氣盛的時候會做一些傻事 然後現在會想起來覺得很後悔 可是年輕氣盛之所以會做這些傻事 其實他的目標就是去知道我自己是誰 去了解我自己是誰 去凸顯我自己的特殊性 那我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他可能就是 他沒有用比較正向的 比較適應性的方式去凸顯自己 而用了一個反向的方式 就是做了一些 index offense 或是做了一些違反行為 那這是 Erickson 覺得違反行為 有這樣子的功能在 找尋自我認定的功能在 那 Carl Rogers 怎麼想呢 你記不記得 Carl Rogers 我們提到說 他在這個案主中心治療法裡面 要這個個體去找尋自己的 possible self 然後我們說 possible self 有兩端 一端是理想狀況的 ideal possible self 另外一個是 dreaded possible self 就是如果你找的是 hope for possible self 那你當然就是我希望將來 變成這樣的人 然後我們說 dreaded possible self 是我一輩子都不希望我變成 我自己這樣子 都不希望變成那個 possible self 可是我們說如果一個人 只有 dreaded possible self 卻沒有 hope for possible self 的形象的時候 他往往就落入另外一個極端 雖然他很不希望他自己變成那樣的人 可是因為他沒有一個榜樣 沒有一個 role model 讓他朝一個正向的方向去走的話 也許他就會落入那個 dreaded possible self 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想法 去想下面我們看到的一些現象 也可以用 Carl Rogers 的所謂的 他講過的另外一件事就是 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 就是一個孩子他需要在 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 的情境裡面 去探索 找到自己想要成為的那個人是誰 所以我們從這樣的幾個概念 放在心上之後呢 我們把可能造成 juvenile delinquency 的 antecedent 就是一些 juvenile delinquency 的前因 我們把他一個一個列出來 那第一個我們要看的是所謂的 parenting 到底親職做了些什麼 不做些什麼 是會幫助一個孩子 他不要這麼早出現 juvenile delinquency 的現象 不會出現品性疾患 那我們其實以前前面講過的 parental monitoring 你知道你孩子現在在哪裡 跟誰在一起 跟誰在一起 正在做什麼 他幾點會回家 對不對 monitoring 還有 management 這都是我們前面講過的對不對 management 講的是說 我怎麼樣去 set up 我孩子每天的生活狀況 他的結構 我在哪個社區裡面 讓孩子在哪個社區裡面跟同學們活動 我是不是有幫他找到適合的朋友 那我們是不是去參加一些公益活動 我們參加的組織是什麼 讓我孩子碰到的別人是什麼樣子 那如果我行有餘力的話 我是不是搬到一個比較好的社區 那可是有問題的就是說 有些比如說 如果社經地位很差的父母 他自己必須要忙於工作 因為他要賺這麼多錢 才能夠養活自己 養活孩子 而他沒有這麼多時間陪著孩子 而他能夠住的地區 可能又比較不太好 犯罪率比較高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 孩子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那父母親的management 就沒有辦法 真的體現出來 那這也是 在一個情非得已的狀況底下 可是parental monitoring跟management 的確對孩子的 違反行為的出現是 是否會出現是有關聯的 那還有呢就是 security attachment security 那 爸爸媽媽的warmth 跟responsiveness 好 父母親的溫暖 父母親的回應 那給小孩子的是他的security 那security 本身跟違反行為沒有關 可是問題是說 如果孩子對父母親 是有安全依戀的話 那這個安全依戀的小孩 他也比較會願意去接受 這個依戀對象的價值觀 比較願意去聽依戀對象的話 好 那所以security跟warmth 跟爸爸媽媽的warmth 跟responsiveness 是間接 也會跟孩子 是不是把父母親 當作好榜樣有關 而在這個狀況底下呢 也可以減少他們 會去做違反行為的機會 好 那還有第三個就是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好 那這個我們剛剛才 剛剛提到 好 那authoritative parenting 也是父母親給了孩子一個範圍 在這個範圍之內 他可能會嚴管 可是在這個範圍之內 他給孩子很多的自由度 讓孩子覺得他是有選擇權的 可是在他跟孩子討論過之後 他給孩子一定的一些規範 那當這些規範能夠遵守的時候 孩子其實也不會出太大的差錯 好 那以上我們三個談的呢 我們都是從正向的從 保護因子的角度去談 那下面呢我們也是談parenting 可是呢我們介紹的卻是一個 risk factor coercive parenting 比較是 我們在講親死關係理論的時候的一個理論 通常大家大概到發展心理學的 課程裡面大概會聽到一些 但是因為你們書本上有介紹 所以我也翻出來跟大家講一下 請大家翻到456頁 456頁呢我們在下面看到一個 第一行看到一個人名叫做 Jerald Patterson Patterson 他自己是一個很有趣的人物 他小時候也曾經做過一些違反行為 那所以他後來呢 他的大部分的研究都在做 這個攻擊性高 或是甚至有這個犯罪傾向的青少年 然後他很多的研究都是在法院裡面做的 所以他就去研究這些孩子的家庭 所以他後來就成立了一個理論 那叫做 coercive parenting 的理論 那 coercive 這個字呢我們把它翻成高壓強制好了 那他說這個高壓強制的 parenting 呢還是高壓強制的 home environment 然後呢 Patterson 用的完全是用 reinforcement 的角度 就是用行為學派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那他的理論非常有趣 他說其實我們在生活中呢 有的時候會有被 negatively reinforced 我們要回頭來講一下行為學派裡面的 negatively reinforced negative reinforcement 是什麼意思 所謂的 reinforcement 是增強的意思 所以你有 reinforcement 就是說你的行為會增強 可是呢 行為增強有不同的辦法 如果你做了一個行為 別人誇獎你 給你正向的一些 reward 比如說 小明啊 你真是一個很好的孩子 很棒的孩子 小明啊 我們出去給你買一個獎品 這個東西叫做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它用一些正向的方式去增強你的行為 所謂的 negative reinforcement 是說 你的行為仍然是增強了 但是它是負向增強 意思就是說 它把一些不好的事情拿掉 比如說 爸媽一直唸你一直唸你一直唸你 一直唸你 說要考好 要考好 你覺得很煩 但是呢 你就覺得說 這麼煩 那我整天都被唸 那我就只好考好吧 可是我考好之後 只要我成績夠好了 我到下次月考之前 我的耳根就清淨了 就是我就覺得說 沒有人再去在我耳邊一直唸叨 讓我很難過了 好 那因為沒有人在我耳邊唸叨 讓我很難過 我反而覺得說 我被增強了 只要我考好 我就不會被唸叨 我就不會覺得難過 那所以我就繼續考好吧 所以你的這個行為被增強 並不是因為有人給你一些獎賞 你的行為被增強 是因為那些原來討厭的東西 那些Aversive Stimuli 那些讓你覺得很厭惡的那些刺激 都會消失 這個叫做Negative Reinforcement ,叫做負向增強 你有了這個負向增強的概念之後 我們來看看 Coercive Family Environment Coercive Home Environment 是長什麼樣子的 高壓強制 我來舉個例子 比如說有小英 大華 小英的哥哥叫大華 比如說有小英跟大華兩個人 他們是一對兄妹 然後大華可能就 成績很差 然後又不喜歡洗澡 那小英呢 也許就是在家裡 是比較小的小女孩 所以呢他就常常做什麼事呢 他常常就會去取笑大華 說你看你這次考試 又考全班最後一名 然後呢就不斷的去 去取笑大華 大華 取笑大華之後 大華受不了了 大華就罵回去 大華罵回去 小英就閉嘴了 大華罵回去 小英閉嘴之後呢 大華就覺得說 我罵你是有用的 我大聲的阻惡你 甚至威脅你說 你再這樣我就要揍你 是有用的 為什麼 我只要講了 你再這樣我就要揍你 他就不取笑我了 所以我的這個 你在叫我就要揍你了 我就大聲對他咆哮 罵他 把小英罵回去 是有用的 這個行為被negatively reinforced 因為那個小英一直去取笑他的 那個聲音就不見了 好 那 這是第一回合 可是呢 小英被罵了以後 又不甘心 小英呢 下次就覺得說 我隨便這樣子 取笑你 你這樣就罵我 我不甘心被你罵 然後小英就 下一回合又來了 就跟大華說 你這個笨貨 你這個笨蛋 同學就都叫你笨貨 我也來叫你笨貨好了 那我只是在 那個 那個複製同學們跟你講的笨貨 現在同學在學校叫你笨貨 都叫慣了 那我也來叫你笨貨好了 好 所以小英很生氣 因為很生氣他就繼續 想個辦法去捉弄他 好 好 因為他不服氣嘛 所以他就繼續捉弄大華 好 那大華呢第一次被捉弄呢 已經 前面已經被取笑 已經很 很氣了 小英現在呢 因為更氣 他就要想一個更 強烈的辦法 讓大華更不爽 然後他想要去報復大華 因為他剛剛受挫 所以他去報復大華呢 大華這一次就 不是用罵了 他就因為小英講的更生氣 他就用打的 就真的開揍了 就去揍小英 好 揍小英之後小英就又嚇到了 哇 你居然敢要揍我 然後我一時之間愣住了 然後就 而且打得很痛他就開始哭 可是呢 他就不再 不再敢用那個同樣的方法去捉弄大華了 所以大華就發現說 我用打 有效 你剛剛 我剛剛用罵的 你再回來對不對 好 那我就用更狠的狀況 我就打你 好 所以大華的這個行為 再一次 被negatively reinforced 好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小女孩 小英 不再 罵大華了 可是呢 小英呢 又想說 好 那 你這樣子是不是 我就回來 小英也用打的 小英也用打的 大華就打得更厲害 小英 小英這樣的行為呢 就是 又讓大華打得更兇 又被negatively reinforced 然後呢 這個 小英呢 就又停了 一時之間 你就覺得小英是個弱者 他雖然每次生氣 每次想要報復 但是呢 總是被大華用更大的方法打回去 然後他好像不斷的就是在做一個negative reinforcer 做一個增強者 去增強了 他不小心的就增強了大華所有的行為 好 可是呢 你可以想像到 小英在這個時候更氣對不對 他又被罵又被打 又打得更兇 他已經氣到無可奈何了 他突然忽然想到一個妙計 他跑到廁所裡面去拿了 一堆會物 跑來 往大華身上一焦 你想想看大華會怎麼樣 他當然嚇傻了對不對 大華嚇傻了之後 他就不敢打小英 就愣在那邊 也停住了 所以小英就發現了說 喔 我前面用這些方法不行 那我就是要出奇制勝 我用了這個方法 我又不必因為我自己嬌小 然後呢 體弱 所以呢 跟你打不贏 所以我就想了別的辦法 用更狠毒的方法來治你 結果小英的這些 波會物 波會物 波會物的這個行為呢 就讓大華呢 就停了 愣住了 嚇壞了 跑去要換衣服了 好 那所以呢 不但大華被 negatively reinforced 這麼多次 小英呢 也使出絕招 也被 negatively reinforced 因為他發現他有辦法治大華了 然後大華那後面 前面做了這麼多事情 都被 就是到現在被嚇壞了 好 這個兄妹一來一往 媽媽回來了 媽媽看到說 你們怎麼搞得這樣打來打去 媽媽進門來說 好 你們這兩個傢伙 都不應該 我兩個人都拿起來 抓起來痛打一頓 好 所以呢 媽媽就開始 處罰兩個小孩 她覺得她有道理啊 她是公正人啊 就是兩個人都做的不對 我兩個人都處罰 好 兩個人都處罰之後呢 兩個孩子都嚇壞了 都開始哭 都開始噤 都開始噤聲 他們不敢再打了 因為媽媽已經出手 止住了兩個人了 所以媽媽最強硬對不對 好 那爸爸媽媽出來打了之後呢 孩子們這些行為沒有了 所以媽媽的打 媽媽的體罰 被negatively reinforced 有很多家長會說 你看這些孩子就是得要打 你不打他 你不用這種強力的手段 他們是不會停的 很多父母親 理直氣壯的跟你講這句話 他為什麼這麼相信 相信 責罵 不只是要就是用什麼 其他的方法 而是要用打 才能夠解決 用體罰才能解決問題 就是因為打 孩子嚇住了啊 然後孩子就停了啊 所以爸媽的這個打 就覺得 他就是覺得這是唯一 讓孩子 能夠不再做這件事情的 最好的辦法 爸媽媽自己被negatively reinforced 可是你想想看 當這個孩子被打了之後 這兩個孩子 其實他們之間的爭執並沒有解決 他們還是互相恨對方 小英被哥哥又威脅又打 哥哥到最後又被小英做了這樣子的事情 他們兩個是互相不平的 然後呢 就是爭議越來越大 所以媽媽就說 打你 好打完了之後呢 兩個人又在私下又開始爭吵啊什麼什麼 然後也許又浮上檯面來了 可是媽媽看到說打 上次打 打得這麼厲害都沒用 兩個人的關係浮上檯面的話 媽媽就說 你們兩個人真的是自己去解決吧 我頭痛我回去睡覺了 所以媽媽把他的房間門一關 他決定說 好啊你們要打 讓你們打 打個死 你死我活好了 他生氣了 他發現他管不住了 因為他剛剛已經打過了 好 好這兩個孩子又開始爭吵 所以呢 兩個孩子的爭吵 又被reinforced 因為他發現媽媽最後會出手 之後會退縮 好 所以當媽媽下一次退縮的時候 他們就知道說 喔 我只要再厲害一點 這個authority 這個威權出來管我們的人 也會撤手 好 那所以呢 又是我們兩個世界 我們要自己處理了 那就我們兩個誰比誰狠吧 好 所以呢 我講了這樣子的故事之後呢 希望大家都知道的是 coercive home environment 就是這個狀況 一層又一層 一層又一層 我只要比你狠 你前面的那些壞行為 就不會再傷害到我 可是我比你狠之後呢 那個人又會找一個更狠的行為 讓我嚇到 讓我退縮 所以我們兩個不時不時的 就在那個層層疊疊之中 把我們的爭議升得越來越高 把我們的手段用得更絕絕 互相比狠之後呢 他就變成了一個高壓強制的 所謂的 coercive home environment 你可以想像到這些人 當他在家裡用了這些技巧 他到了街頭 就是那些街頭霸王 你就是發現說在街頭裡面 有一些漁犯少年 他很早出道 他很狠 他敢做很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 那這些勇敢是怎麼來的 其實很可能是在家庭的過程中 不斷的一步一步一步的 被耗勇鬥狠的習慣 被negatively reinforced 我只要比別人更強 更強更狠 我就可以獲得上風 我就是不斷地被增強的這些行為之後呢 這些孩子到最後就變成了delinquency 變成了甚至到了犯罪 到了所謂的index offense的層次 這是父母可能帶給孩子 在家庭中間的各種保護因子 以及危險因子